基隆這棟姓氏路老舊圍樓 經不起搖晃 外牆石塊掉落 幽默在人行道上 還波及第一路上的一線車道 地震當下 房屋劇烈搖晃 原本就已經是圍老的房屋 經不起強震 大樓的石塊四處散落 令人看得出目驚心 警方到場拉起封鎖線 消防隊員查看有沒有人受困 一看封鎖線我們之前都先圍好了 就是我們怕會有意外發生 所以我們就先圍起來 好險因為圍起來 所以沒有民眾會走棋 所以才不會有發生危險 要不然這大的石塊掉下來之後 會造成很多的人員損失 這件之前在去年 已經有結構鑑定過 有安全之餘 所以那時候我限其他搬離 跟限其他拆除 拆除在四月底前要拆除完成 那目前現在已經 狀況已經因為地震造成損害 明顯已經有危害公安權 我會依照建築法 我會請使館可以依照建築法第82條 然後強制拆除 同樣在百福社區 高樓民宅陽台整個傾斜45度 石塊掉落到一樓 還波及到車輛引擎蓋 警方在街道出入口 拉起封鎖線 避免有其他人車遭到波及 當監禁接近8點的時候 這個整個地震非常的搖晃 那得知在百福社區這裡 就是大樓整個那個陽台 整個都倒下來了 包括還有這個電梯 受困在電梯 所以希望說這次地震蠻嚴重的 我們政府一定要重視 是不是在這地時間 一定要緊急趕到現場 來處理這件事情 另外針對這個圍樓 這政府真的要去重視 未來會怎麼樣的放寬 來處理協助這樣子 上午7點58分 花蓮發生瑞士規模7點2強震 基隆地區傳出電梯受困 磚塊掉落停水及水管爆裂等零星災情 基隆市長謝國良在8點40分 抵達基隆災害應變中心 和消防局長尤嘉義討論基隆災情 並指示相關單位啟動救災防護機制 早上7點58分在花蓮外海 發生了瑞士7點2級的 一個強烈有感的地震 那我們也是第一時間 大家就開始來應變 那基隆其實在瞬間 去台電在8點15分打電話給我的情況 那時候基隆有一度有8000戶的 用電戶是停電的 包括我們的市府大樓在內 不過我們的市府大樓已經在剛剛 大概在8點40左右 也已經恢復供電 那基隆市在各地都有一些災情 包括在七堵暖暖 都有一些瓦斯外洩 然後在百福火車站以及七堵驅公所 也都有電梯停電 那有的民眾受困 不過後來都已經順利的解除了問題 當然我們在一一路信市路口 過去我們市府有圍起來一棟圍樓 那等著居民要遷離 那今天早上也發生了嚴重的坍塌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有把這個警戒線先圍起來 也交代了中正區區公所 副俊申副區長今天開始就會進行拆除 那在各地目前我們的119一開始 有很多民眾報訊息回來 對於各式各樣的災情 包括瓦斯管破裂 那電梯受困 然後停電等等 那我們都一一處理 那現在情況有稍微比較穩定下來 全市也已經恢復供電 那我們在8點半也已經二級開設 金融災害應變中心8點30分二級開設 市政府各單位首長也陸續進駐 指揮調度處理災情 市長謝國良也與花蓮縣長徐甥衛多次通話 當下指示金融特收隊集結整備之後 前往花蓮資源鎮災 其他的縣市朋友們需要的時候 我們要來幫忙他們 我早上9點04分的時候 就跟花蓮的徐甥衛縣長通上電話 那我有問他說那邊的災情怎麼樣 那他有提到說我們這邊可以幫忙 他們那邊也有需要 後來我們也從畫面上看到 花蓮都有一些大樓開始倒塌 然後災情也相當嚴重 那我也希望說我們的團隊夥伴們 盡快能夠前往花蓮池園 幫助花蓮來救災 特收隊員整裝待發準備了救災器材 派出了14名特收隊員 四輛車前往資源 不過由於舒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外 道路已經坍塌中斷 特收隊預計要繞道南橫前往花蓮 現在目前基隆市特收隊集結了14名 我們先前部隊先到那邊 先瞭解一下狀況 那圓上我們等一下會看一下 中橫的部分有沒有辦法走 如果走的話就會比較 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那我們這次先前部隊 大概先派了 大概會有先一個比較 一些基本的一些工具 我們現場瞭解狀況 因為看現場的倒塌的情形如何之後 那我們可能會有後續的部隊 再帶一些重裝的一些積聚過去 由於基隆陸續有餘震發生 市政府公務處派出的怪手 針對姓氏陸圍繞房屋進行拆除 現場實施交通管制 請民眾要多加注意 記者黃少鳴自用報導 請說